品川说论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品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 巧了他的对手就是上一场的对手 好我们看看第二场双方的一个发挥 首先地图选择的是TS 特伦纳斯看台 这个翻译的中文还是有点意思的啊 而出身在地图右下角 蓝色的人组ID FQQ大Q神 本场地图 他好像同样的一个开局 先造兵营后造集团 好嘞我们看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左上角 这个ID就非常有意思 一不小心你就读成暗夜精灵了 其实是灵精夜暗 嘿把这个词讯息掉光了一个个儿 好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一场 地图选择的是AL FQQ开局火魔塔 不对纳加塔 直接把DH打得很残 导致DH没有机会输出 好第二张地图 双方同样的战术 那我们看看这一场双方的发挥啊 暗夜精灵继续首发恶魔猎兽DH 那FQQ呢应该不出意外啊 继续是选择辣家 TR的一个打法 好不同的是 这张地图有一个雇佣兵营地 诶这个雇佣兵营地 对于局势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啊 你没有兵可以买雇佣兵 是吧不一定要飞得自己葬 当然前提是要有钱啊 好暗夜精灵 这边要开始练了 诶这AC的位置有点雕作啊 应该可以勾到一个闪电队 好AC们没躲后面 可以 暗夜精灵 小操作不错 勾个闪电队 一套四完美 FQQ富特曼过来骚扰一下 同时家里四名兵 他来了 又是一个那家TR 好我们看看这个富特曼 能不能浑水摸鱼 蹭点经验值 来 哎 一个都没抢到 尴尬 好第二起 打了一个敏三的鞋子 嗯很不错 那第二个装备 抽篮棒 算是一半半 好嘞 这一波的话 FQQ看见对手练完 FQQ那家一到 哇 DH他已经到二级了 那这一级跟上一场不一样啊 上一场的话 那家来的时候 DH他也是一级 那这一次到二级 看看二级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好嘞 继续四名兵 来 造塔造塔 塔的位置比较保守啊 离得稍微的有点远 那暗夜这边 一个DH 一个AC 好中间的话 暗夜精灵 请他了个外卖 然后双方继续开战 上来抽一下 那家 哎呦 那家魔法制不是很多 好 DH把那家给赶跑 然后这一边呢 可以慢慢的消耗这边的塔 FQQ 圣塔升级 剑塔升级 哎 这边看他们把DH给打回去 要不要为杀一下 那家 还有兵剑 虽然说魔法制并不是很多 好 没有魔法制了 没有兵剑 哎呦 塔的话直接被DH给干掉 这个DH有点扎实 哦 追一下 我走 好 FQQ现在只有一根塔 这根塔能否起来还是个未知数 暗夜精灵 暗夜精灵他非常喜欢战争果树 站起来去拍啊 拍这根塔 但是呢 这个树跑的有点慢 哎呦 引个身 哎呀 能不能站住 好 站住了啊 三滴血 好了 DH一个人继续输出 FQQ的塔暂时还没有引啊 没有希望 现在看看能不能把DH给消耗掉 哎 刚好家里井水也打得差不多了 好 来一个漂亮的围杀 DH一身血 好嘞 来了一个围杀 哎 不过里面还有一口月亮井 那现在的话 FQQ塔 也是通通没造好 那只能后撤啊 对方这边有绿皮 有AC 好 DH满血满蓝 FQQ这一波TR宣告失败 怎么办呢 一般TR失败的话 可能会去开矿 要不开个矿 好 还是先练吧 练完这个脸买个黄皮 加加血再说 DH 也是吓出一身冷汗 毕竟上一级就被对手给拿下 这一级 幸好有工佣兵 哎 尤其是这个绿皮啊 点塔非常的厉害 好嘞 这一波暗夜精灵 撑住了 那接下来就正常发应 是吧 升个二本 开个矿 哎 FQQ 呼 还是很有梦想的 这两个小农民 赶过来的时候 大哥已经走了 哎 我们可以偷偷的造点塔 看看能否成功 全村的希望 好嘞 那家是继续练 这边打了一个抽篮棒 打了一个隐身斗篷 好 也买了一个绿皮 DH 三级了 呼 这练级效率确实有点高 哎哟 发现了啊 这边直接取消 但还是晚了 被发现了 那这小农民 只能回家了 哎 事业还是没有完成啊 好嘞 FQQ 商店 现在刚刚开始造 稍微的有点晚啊 这一局这个进度不是特别的理想 小农民继续来 哇 这打法啊 这两个小农民的戏非常的足 来来来 继续偷它 这边有小精灵啊 应该会看见 哦呦 这里插了个眼睛 看看眼精灵 看见了 这眼睛是能看见的 那完了呀 偷了两三次打都没有偷成功 那接下来FQQ必须去正面去TR了 目前没有身份 没有开矿 那大概率还是TR 现在呢 再等 等那家的等级到三 等整体部队的数量啊 多起来 好嘞 那家这边练 那另外一边的话 DH好好把它发现之后点掉 DH两个敏捷加三的鞋 再加上一个贵族投环 这装备非常给力 分矿暂时没有开 二本科技即将生好啊 家里井水 无口约乱井 猎丑大厅 奇迹古术 该有的都有了 FQ呢 买了一个伐木机器人 看看伐木机器人是用来战斗 还是用来在家里工作 家里依然没有去身份 小精灵再三确认 嗯 没有身份 没有开矿 看样子啊 对手TR之心不死啊 好嘞 那家 三级 打了一个 强机光环 DH 哇 两头环 两敏三的鞋 这个DH的装备 非常给力 家里井水差不多 AC妹妹全都有 好 DH看见了 对手 再来一次TR DH 非常的肉 输出也很高 FQ 看看第二次TR 能否成功 刚才的话 美中不足 对手的话 单位有点多 好嘞 这边 暗夜精灵 二本身好 直接二发 一个熊猫 不过这波 火喷得稍微的 有点蛇 哦 DH 硬钢伐木机器人 可惜没有农民凶啊 如果有农民凶的话 就好一点 哎呦 一口火一喷 完了 伐木机器人 最强单位 被解决掉 那这边怎么办 家里民兵 现在终于敲出来了 DH 单传回家 提前回家 喝点井水 做好防守 知识古术一放 后面转点小路 FQ呢 这里采购了一波 雇佣兵 暗夜精灵 整理一个小泥人 小泥人想缓送英雄 想缓送辣家 然后DH过来击杀 好嘞 FQ第二波 过来造塔 看能火成功 DH上来抽一下黄皮 哎 看起来FQ的人口非常高啊 42人口 对手身边31 FQ高了将近10人口 有机会吗 应该有机会 不过DH 很扎实啊 血腥很空 还有血瓶 小猫一口火一口火喷 家里的话 还有五口月亮景 虽然现在是白天 可以吃个月食 慢慢恢复一下 FQ两个绿皮 两个黄皮 哎 熊猫能不能解决掉 熊猫熊猫 哦呦 但是FQ在追杀熊猫的时候 DH在这疯狂的图笼 熊猫熊猫一身血 好 这边还能再买个血瓶窝 这一波FQ有点亏 所有火力打熊猫 结果打半天 被打给跑了 这边的农民 被DH一个一个给干掉 哇 这一波暗夜经历的双线操作 玩得溜啊 好嘞 那接下来熊猫只要慢慢恢复之后 一口火一口火喷 DH慢慢的勾引你就行了 来 一口火喷下去 这口火喷下去扎实 那家身上已经没有什么补给了 DH把后面的塔拆得七七八八 关键 它甚至还有一个血瓶 好 那家过来处理一下它 你处理DH的这个熊猫就厉害了 怎么办 最后一根塔也没有起来 到这里重新补一个商店 来不及了 绿皮倒下 又一个绿皮要倒下 熊猫到二锦 FKQ 雇佣兵一个一个倒下 好 FKQ 打住击击 那我们恭喜暗夜精灵 算是复仇成功 是吧 秋日的落叶 就让地图搞不过你 但是TS还是能弄一弄的 好 我们恭喜暗夜精灵 复仇成功 喜欢本场的朋友 记得点阅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